2分钟不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Yuna 大家有没有想过 塑胶这个洞洞既便宜又方便 还可以回收重生再利用 为什么会被说不环保 甚至立法节制呢 难道是因为 研究发现塑胶其实是个智慧生命体型阶段 正在世界各地 禁忍速度成长 准备当在地球毁灭人类吗 对哦 根据研究估计 从1950年到2015年间 已经生产了大约83亿吨的塑胶 花转成人类的话 大概就是诞生了1338亿7100万个塑胶新人 与目前人口加重 人类只占了不到6%左右 被攻占啦 哼哼 回到正题 这一大坨塑胶新人中 有30%正服务者人类 56%被堆积气质 8%被焚烧 6%被收集回收 然而经过重重难关 真正能被回收重生的 只有少少的1%左右 而且很多数会被降成次等材料 之后也很难再踏上重生之路 其他 加总约有6成被堆积气质的塑胶新人 也不是躺在那里跌高高就没事 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经过风吹日晒雨淋 就会碎裂成无数个塑胶片 甚至是肉眼难以看见的微塑胶 随着风河水进入食物链 威胁动物也威胁人类 虽然几乎年年 都有新的回收方式被发明 但从发明到符合商业利用 还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那之前能够缓解这个问题 最好的方法就是 圆 人 头 减 量 随身携带环保物品 尽可能减少一次性塑胶的使用 刚开始可能会有点麻烦又别扭 但每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都有非常多的生命 再感谢你哦 一起互烹饮伴 慢慢进化成环保新人 来拯救地球吧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分享 自己的环保战机 让更多人知道 环保病不难也不孤单哦 两分钟胡说 我们有缘再会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